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定的 下期我们才是第二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建立的 我不想知道共产党是怎么来的 就想知道共产党是怎么没的 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第二个人来的 时间来到1921年 李大高柱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 这些代表从今年里只有八岁 惨惨淡淡收场 救不了中国 正在鼓门绝望之际 十月革命爆发 毛泽东被关在羊圈里唯一的党 面对无助事实人人前赴后继 开放共产党终于飞轰烈破产了 历史留下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在党破产前后 马克思和其他人都参与了 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这说明马克思是真正的中国人 百年后的今天 如果还有人想给中华民族 带来深重的困难 不妨打哈贝沙拉千万图 好了今天的团课就上到这里 我是安静冷笑 我们下期再见